夜宿山寺 唐 李白 微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雨 恐惊天上人 夜宿山寺是唐代大使人李白的作品 描写了寺中高耸的藏经楼 表达了诗人对神仙生活的向往之情 此时已经是深夜了 诗人李白刚刚喝了酒 正迈着晃晃悠悠的步伐 在借宿的寺院中散步 走着走着 一座高耸入云的藏经楼 出现在他的视线当中 那藏经楼可真高呀